牙疼持续一周,我终于下定决心去看医生,没想到竟挂到了前男友的号。 他板着一张扑克脸,冷漠地说道,张嘴,保不住了,要做根管治疗,最后还得带牙罐,三千五百一个门牙。 我浑身一震,这可是半个月的工资啊。 哎呀,那张我曾经亲过的嘴,怎会说出如此冰冷的话? 我忙说道,能不能甜一点? 前男友挑了挑眉,行啊,家属免费。 姐妹们,点赞可长高十厘米,评论能瘦二十斤哦。 在部落分和假消作都无法压制我的牙疼之后,我终于含泪挂了个号,选择了离家最近的定点医保口腔医院。 闺蜜得之后,为了表扬我的勇敢,给我点了个男模陪着。 好啦,明天就让小泽陪你,疼得太厉害,就摸摸他的八块腹肌。 次日,我哄着自己出了家门。 别的不说,有人陪着的感觉,确实不一样呢。 男模嘴巴超甜,一路上把我哄得连恐惧都淡去了不少。 直到护士喊我的名字沉碎河,我的心脏猛得一跳,僵硬地走向诊室。 在看清医生的瞬间,我转头就跑。 谁会想在最脆弱的时候遇上前男友啊? 结果跑了一半,被男模和护士双双拦住。 姐姐,就差最后一步了,还跑什么呀? 我被一左一右嫁了回去。 季青鱼坐在滑轮椅子上,不紧不慢地整理手套。 口罩遮住了他半张脸,露出的眉眼依旧淡漠。 听到动静,他微微皱眉,抬起了头。 怎么了? 视线触及我时,有一丝轻微的惊讶。 他再次问道,怎么了? 男模拍了拍我的手背,姐姐没事的。 季青鱼瞇了下眼睛,这是他不爽的信号。 他的目光扫过我们握在一起的手。 家属出去等。 我脑子一团乱,压根没注意到他的用词。 我战战兢兢地走过去,躺下。 左下牙疼,张嘴实,冰凉的气血,不小心碰到脸颊,把我冻得一机灵。 别乱动。 我抓住了他垂在身侧的白大挂衣角。 这疼吗? 我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。 去拍个片看看。 季青鱼抽身而起,我的掌心随之落空。 护士走过来,跟我来。 一会儿后,我再回到诊室。 季青鱼看着电脑上的影像,不住地皱眉。 住了呀,这一块都空了,已经感染到牙髓了,需要做根管治疗。 天塌了,来之前我做过功课,都说根管疼得要命。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 季青鱼还在讲解根管治疗是怎么回事,只有最后一句话把我拉回了现实。 左下六号牙,最好是带牙罐,不然以后吃东西容易裂,裂了只能拔掉种牙。 我来不及伤春悲秋,急忙询问牙罐的价格以及能否报医保。 推荐做三千五百的,性价比最高,进口材料报不了医保。 文言,我浑身一震。 半个月工资啊。 哎呀,那张我曾经热烈亲吻过的嘴,怎会说出如此冰冷的话。 我忙说道,能不能甜一点? 季青鱼挑了挑眉,行啊,家属免费。 季青鱼比我大一介,是口腔医学专业出了名的高领之花。 新生入学的时候,我一眼就看到了,助力在人群中央的他。 他举着学院的招牌,平等的无视每一个人。 就那股劲儿,愣是把我迷得神魂颠倒。 我多方打听,得到的结果都是别白费力气了。 季青鱼军训时,帅得惊为天人的照片,三天内八次登上校园墙。 慕名而来想看他本人的,更是数不胜数。 追他的人没有一百也有五十,无意不是以失败告终。 就我不信邪。 季青鱼情侣,听名字,就知道很火辣。 我死疲赖脸地追了他整整一年,终于在大二初,获得了他的青睐。 当时我苦追无果,悲愤交加下,约了闺蜜去游泳。 下意识地将泳装照发给他后才察觉不对,撤回已经晚了。 季青鱼,我看到了,以后不要再给我发了。 不建议女孩子跟男生单独出去游泳,我没别的意思,就是提醒你一下。 这是他第一次给我发这么多字。 我看向闲热,所以给自己剃了个短毛,身高一百七十八。 平生最爱的穿搭是各种oversize中性风的闺蜜,乐了。 后来在我和闺蜜的配合下,季青鱼被我收入囊中。 确认关系后,季青鱼真的跟我预料的一样,非常有魅力。 除了话少了点,其他一点毛病没有。 但也因为话少,我和他吵了不少架。 他像个闷葫芦,三脚踹不出一个屁。 大部分时候都是他默默示好,默默色诱,然后我没出息地消气。 矛盾就这样被我们敷衍过去。 直到我毕业。 那时他在口腔医院准备考证,忙得不可开交。 我在实习单位被领导刁难。 回到家时,看着空落落的房子,我前所未有的累。 身体疲惫,心里也不好受。 那些击毙已久的矛盾,在此刻被点燃了导火索,迫切地想找人大吵一架。 可惜季青鱼不理我。 他淡淡地将夜宵放在我面前。 碎河,等你冷静下来,我们再聊。 冷静下来,还聊个屁。 我恨透了他这副样子,仿佛永远冷静,永远不受干扰。 我有时都在想,他真的喜欢我吗? 还是只是不堪我的骚扰,所以才答应了这份关系。 可他在床上的表现又远不止如此。 我无数次迷茫,无数次哄着自己,在坚持坚持。 终于在今天,我想算了。 季青鱼洗完澡出来,帮我拆开了外卖袋子。 我撇开头说道,季青鱼,我们分手吧。 男人的手一顿,他说,好。 气死了,他为什么不能掐着我的脖子,吻上来就说,这辈子都不分手,绝对不分手。 无处发泄的情绪变成利刃,扎向我的身体。 我忍痛拔出,这份关系就走到了尽头。 合租的房子是我们一起找的,他留给了我。 当时签的三年合约,分手时还有两年半。 家里经常会突然出现他的痕迹,渗透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每每看到,都会让我心头一颤。 此时,他说家属免费,就算我自作多情吧, 反正我已经开始,多想了。 记医生,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? 不知道你什么意思? 打算现在开始治疗吗? 我撇撇嘴,顺从地过去躺下张嘴。 疼得厉害吗? 我不太灵活地,恩了一声。 外面蹲守已久的男魔,见机闯了进来,蹲在我另一侧。 姐姐别怕,我陪你。 记青鱼黑了脸,手里的气血轻轻戳了一下我的蛀牙。 一瞬间,我疼得泪花都出来了,控诉地看向他。 他冷漠地离开,看来不疼,不用打麻药了。 你睁眼说瞎话? 我要投诉。 我在心里,已经默默问候了他全身所有器官,面上依旧不敢惹,怕他真的不给我打麻药。 医生,还是打一针吧。 季青鱼看着我,居高临下,刘海盖住部分眉眼,墨色的眸子尽是冷冽。 他喊来了护士,把无关人员请出去。 男魔一步三回头。 季青鱼冷喝了一声。 这麻药,最终还是给我打上了,打了两针,然后半边脸就渐渐抹了。 滋滋声在我嘴里响起,我独自放空。 季青鱼忽然开口,你那男朋友,看起来不怎么样。 我,他不是我男朋友。 遗憾的是我舌头,也抹了。 别乱动。 我看明白了,他就是故意欺负我说不了话。 早两个月来,都不用跟管治疗。 他对你不上心。 叫你姐姐,姐弟恋。 分手一年,你口味变这么快啊。 跟他在一起多久了? 我依旧说不出话,听着听着,连脑子也抹了。 不知过去了多久,他抬起头扭了扭脖子。 好了,一周后过来。 注意不要用这边脸吃东西。 麻药进过后,牙轻微疼痛是正常的,尽量忍忍,忍不了的话跟我说一声。 说着,他将手机页面的二维码展示了出来。 之前分手的时候,把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删除了。 我掏出手机扫了扫,看着像工作号啊。 头像是穿绿衣戴口罩的小猫,朋友圈全是各种各样的牙。 我想了想,把最重要的事先说了。 他不是我男朋友。 谁在意呢? 不在意。 刚刚说了那么一大通,季青鱼嘴上冷淡,心里估计早乐开花了。 我继续在微信上问他这次多少钱,最后再一起算。 最后,还用不用付钱都难说呢。 难摸见我完事了,泪眼汪汪地过来。 姐姐,疼不疼? 要不要摸我腹肌缓解一下? 站在一旁的季青鱼也听到了。 他说,七百,前台脚费。 我笑了,扯了一边嘴角嘎嘎乐,手指在屏幕上点得飞快。 不是最后一起算吗? 我改主意了。 男摸疑惑。 医生,你说什么呢? 季青鱼瞥了他一眼,扭头就走。 男摸小声嘟囔,姐姐,他好没礼貌。 回家路上是男摸开车,我坐在副驾。 能感受到麻药笑在一点点过去。 我又开始啪啪打字。 季医生,我牙疼,轻微疼痛是正常的吗? 医生不是说牙疼了,可以找你吗? 怎么找完还是疼? 对面不断显示正在输入中,最后只有一句疼得太厉害的话,回来看看。 我想了想,回他,听说医院有上门问诊服务。 季青云回复,没有。 疼的话自己过来。 我撇撇嘴,这死样子跟我刚追他的时候一模一样。 到家后,男摸提出送我上楼,还挺敬业。 然后他就在出电梯口的时候,被路过的小孩撒了一身牛奶。 小孩家长急忙跑过来道歉。 男摸,没事没事,我去换身衣服就行。 他这一洒,衣服,裤子都湿透了,看着都难受。 这半天相处下来,我对他的印象还算不错。 于是我说,我家有衣服,你应该能穿。 不介意的话换一下。 衣服是闺蜜之前留宿时放在这的。 他的衣服都是超级家大马,大部分男生都可以穿。 男摸挠了挠头,会不会太麻烦你了? 没事。 进门口,他率先进了厕所。 我将手机丢在一旁去给他找衣服, 没注意到手机上某个绿色小猫头像在狂闪。 我下班回去,顺路可以上门帮你看看。 一会后我下班了,现在过去。 我也终于在衣柜深处翻出闺蜜的衣服。 男摸害羞。 结果我这才发现,手机上的信息响也不响。 我立马回复,立马没改。 厕所忽然传来男摸的尖锐叫声,啊! 伴随着一阵叮叮框框的声音。 我跑过去。 发生什么事了? 呜,姐姐,我摔倒了。 拖鞋滑到脚脖子上了。 我掐着眉心。 你先出来。 男摸伸出了一条腿,粉色拖鞋紧紧卡在脚踝上。 姐姐,你能帮我弄一下吗? 我忍着爆笑的冲动,主要是脸还有点发僵。 你整个人出来。 男摸探出头,含羞待怯。 姐姐,对不起。 那什么,我拔拖鞋,你拔腿。 三,二,一,一起使劲。 好,三,二,一。 双手抓着拖鞋边缘用力一扯,男摸则是往后抽自己的腿。 哐当一声,他整个人重心不稳,再次摔倒在地。 我也被手中的拖鞋带着,趴到了对方身上,姿势非常不雅。 与此同时,我家大门被人着急地推开。 沉睡合,怎么了? 纪青鱼神色慌张地站在门口。 我听见好大的声音。 他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,脸色也逐渐阴沉。 我急忙爬起来,撑到了手臂的麻筋,手一软又跌了回去。 纪青鱼灵力的眸子在我二人身上划过。 他自嘲地扯了扯嘴角,将门关了回去。 我欲哭无泪。 别走啊,给个解释的机会啊,老铁。 男摸小心地把我扶了起来。 那粉色拖鞋还诡异地卡在脚上。 姐姐,对不起。 我一会去给你买双新的拖鞋。 我摆了白手,无暇理会。 不用,拖鞋我家里还有好多。 你走吧。 男摸满脸歉意中还夹杂着不少尴尬。 那我真走了呀,姐姐记得给我点个五星好评,不然会被主管扣钱的。 知道了。 男摸带着我的粉色拖鞋离开现场。 我点开纪青鱼的绿色小猫头像。 我刚刚只是在帮他拔拖鞋。 喜提红色感叹号。 五,一周七到。 我重新挂了个号,躺下张嘴。 我抓紧机会开口。 我那天真的只是想帮他拔拖鞋。 季青鱼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。 知道了,张张嘴。 张嘴,张嘴,就知道张嘴。 谈恋爱的时候也只知道叫我张嘴。 我哀怨地看了他一眼。 季青鱼充耳不闻。 现在还疼吗? 不疼了。 滋滋声在我嘴里响起。 过了一会,又是咔啦咔啦的声音,有什么东西在搓我的牙齿。 我将放空的视线聚集到他脸上。 季青鱼微微皱着眉,手上的动作没有停顿。 别看我了,舌头别乱动。 一旁给季青鱼打下手的护士也打去我。 季医生还是那么招小女生喜欢。 我眯了眯眼,主要是想笑,但是嘴不能动。 这次结束后,我的牙齿只剩下肿胀感。 季青鱼一边敲电脑,一边嘱咐,还是隔一周过来。 一周别用这边脸吃东西。 医生,我那天真的只是想帮他拔下拖鞋,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 不用特意跟我说明。 以前我追你的时候,你也是这样跟我说的。 那是以前,现在我们分手了。 你提到,我后悔了。 季青鱼平静的脸上终于出现裂痕。 分手一年零二十八天,你现在想起来后悔了。 他站起身,头也不回地离开诊室。 我想了想,去前台要了张便利贴。 医生,把我从黑名单放出来啊。 上次我牙疼得不行,都联系不到你。 写完后,贴在了他的电脑屏幕上。 晚上我想试试,红色感叹号还在不在,随后发了个表情包过去。 对,但小气鬼还没消气。 说来也是,之前谈恋爱的时候,我就发现季青鱼这人其实特别小气。 我在社团跟别人多说了两句话,他就能粗意大发,把我摁在怀里,亲到我求饶。 现在吗?只能给我一个红色感叹号了。 我轻叹了口气,将青鱼送入口中后,默默偏头,不偏头的话,怕周流到根管治疗的那一侧。 我点开了另一个微信号,那是我家前台小姐姐的私人号。 经过我几日的努力,我们已然成为好朋友。 小美,小美,季医生今天情况如何? 哇哦,她今天加班,心情不太好呢。 我都听到第五个病人悄悄议她好冷漠了。 我抱着手机傻笑。 你们医院的投诉信箱会不会都是投诉她的呀? 确实基本都是她的,不过大部分是情书呢。 傻玩意儿。 谁家好人把情书色投诉信箱里呀? 季青鱼,真能看到吗? 我开始天马行空般的胡思乱想。 他们医院开会的时候,会不会突然从里面抽出一封情书呢? 季青鱼知道后,会是啥反应呢? 小美,突然疯狂给我发消息。 季医生下班了。 她走向了一个超级大美女。 她上美女的车了。 我立马站起身来,外套一拉就往外冲。 我秒到,可惜走远了,已经只剩汽车尾气了。 小美发过来的还有一张照片,拍得太匆忙,有些模糊不清。 从那没来得及,彻底关上的车窗缝隙,也能看出季青鱼的愉悦。 她一向伶俐的眉眼变得柔和起来。 如果照片再拍得清楚一点,说不定还能看到她上扬的嘴角呢? 我彻底站住,手从门把手上松开,靠着门板缓缓坐了下来。 我再次点开记青鱼的对话框,键盘悄悄打打,文字删了又改,最后发出的只有两个字在吗? 发送失败。 呜呜,那红色的感叹号越看越刺眼,扎得我眼睛生疼。 我转头给闺蜜发消息,出来喝酒吗? 对面秒回,你牙还能喝酒? 当然不行。 治疗期间需要饮食清淡。 我心里堵得慌,打字道,别管,你就说来不来。 我马上就要没钱了,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出门了。 闺蜜过了一会儿回复,行。 我们在酒吧卡座碰面,一起的还有之前在我家卡拖鞋的男模。 闺蜜点了低度数的果酒,男模默默当背井板。 我抱着半人高的矿泉水桶,插着根吸管慢悠悠地喝着。 他俩不理解,但尊重。 闺蜜默默围观了一会儿后,一把扯下我嘴里的吸管,别喝了,再喝给自己泡发了。 怎么回事啊?我要去做那个三千五百的牙冠了。 嗯,不是说要拿夏季清淡省下这笔钱吗? 说到这个我就难过,我一股脑把话全倒了出来,从她对我熟视无睹,到微信拉黑,再倒上美女的车,最后总结季清淡可能要谈恋爱了。 闺蜜听着听着,渐渐皱起眉头。 所以,你其实是因为季清淡可能要谈恋爱而伤心。 嗯,虽然事实如此,但总觉得说出来挺丢人的。 因为前男友要有线女友了而伤心,搞得我跟多放不下似的。 我咬着牙强撑,怎么可能? 我早把她忘了。 我就是心疼钱包。 闺蜜白了我一眼,别装了,眼睛都红了。 呜,我被戳破了防线。 我不说话,闺蜜拍了拍我的头,说不定他们只是朋友呢。 季清淡爱你多爱疯了,应该不会这么轻易恋爱。 男模也插嘴道,我也觉得。 那天急医生看我的眼神,简直要把我活剥了。 我正正地抬头,满脸迷茫,她爱我吗? 季清淡从来没对我说过这三个字。 哪怕是在最亲密的时候,她也更喜欢喊我的全名。 她对我更像是一种责任,一种义务。 谁是她女朋友,她都会这样对她。 我不是意外,不是个例,不是唯一。 在我感受到的那丝丝爱意里,有几分是她的真情实感呢? 面对闺蜜和男模的双双点头,我更晕了。 男男道,可是我提分手,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 闺蜜哼了一声,谁知道,被地里哭了几次呢? 一句话莫名,把我逗笑了。 闺蜜捏着她的彩色高脚杯,忽然面色诡异,宝子, 你不会不知道,季清淡当初放着三甲医院的橄榄枝不要, 跑去离你家最近的私利口腔医院吧。 啊?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? 闺蜜震惊了。 靠,你真的不知道啊? 就你们刚分手的时候啊? 当时学校都吵得沸沸扬扬的。 据说季清淡的导师发了八个六十秒语音方阵骂她。 这你都不知道啊? 我还真不知道。 我略带歉意地低下头,继续喝我的四点五声,装矿泉水。 闺蜜狠狠叹了口气,不知道你一天天都在干嘛。 当时我就说,她这辈子完了,就栽在你这坑里了。 我表示不满,也不一定就是为了我呀。 说不定是私立医院开的工资高呢。 你是不是笨啊? 季清淡又不缺钱。 为了那点钱放弃三甲。 她疯了? 说不定真疯了呢,那也是被你提分手刺激疯的。 我脑子里忽然划过那张照片,如梗在喉。 那又怎么样? 她要谈心恋爱了。 我不能再纠缠她了。 我黯然神伤,没注意到面前的一男一女正鬼鬼祟祟。 最后,闺蜜拍板,沉睡和,给个准话。 你是因为要花钱了难过,还是因为季清淡难过? 说真话那三千五百我出了。 说假话那你一辈子发不了财。 我瞪大了眼睛,这代价也太大了吧。 别管,快说出你的答案。 我犹豫了一下,小声道,谁还没那三千五百了? 意思是因为季清淡而难过。 闺蜜不满,大点声。 许是气愤道了,人也能壮胆,我大喊,是因为季清淡。 行了吧?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打钱,三千五百。 闺蜜和南魔得逞一笑。 同时,我身后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,如松石青泉般轻裂,一字字扣在心间。 沉睡河。 我猛地回头,那个影响我全部情绪的男人正住立在我身后。 忽明忽暗的灯光从他脸上扫过,勾出了点点笑意。 视线交汇的瞬间,我的心脏狂跳。 我结巴道,你怎么会在这? 他身后探出一张明媚漂亮的脸庞,美得让我一震,瞬间将我那点没出息的欣喜打得烟消云散。 那女孩说,是因为我。 我跟我女朋友回国,特意叫她一起来聚聚。 哦,对了,我们的卡座就在你们身后。 说着,另一边也伸出一个人头,金发闭眼,操着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,腼腆地跟我打招呼。 你好啊。 信息量相当爆炸,我直接当机。 啊,好啊。 季青鱼一把将两人摁了回去,就会改天。 他转过来面对我,沉睡和,我还是觉得我们需要聊聊。 闺蜜和男魔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溜之大吉。 季青鱼双臂环抱胸前,神色自若,看着我问道,想在这里聊还是换个地方。 我咽了咽口水,说道,改天再聊行吗? 不行。 季青鱼拉起我的手腕,肌肤相处之处热得不可思议。 一直走到马路边,我们俩才双双回过神来,今天没开车。 季青鱼松开我的手,说道,我打车。 我没问目的地,等车的间隙,我几次看着季青鱼的侧脸欲言又止。 虽然我对他向来习惯直来直去,但酒吧里那番话被他听到,又是另一回事,我有点难为情。 季青鱼双手插兜,目光头向远处,片刻后,他说,根管治疗期间需要饮食清淡,还敢出来喝酒。 我垂下头,声音闷闷的,没喝酒,我喝得矿泉水。 第一次知道喝水也能让人如醉如痴。 嗯,我没醉。 他转过身来,目光炽热地望着我。 所以,刚刚那些话都是真心话。 我脸烧得飞快。 是真心话,每一句都是。 既然又开始直输胸义,又将自己的感情赤裸裸地展现在他面前,我干脆破罐子破摔,反问他,那你呢? 小雪说你为了我放弃三甲医院也是真的。 季青鱼的回答迅速,认真且坚定,像是怕我没听清,他又重复了一遍,是。 而且,每天都在幻想你走进医院,走进我的诊室。 第一次,季青鱼第一次清晰地向我表达他的情绪,让我措手不及,只能慌乱地移开视线。 我知道了。 嗯,知道了。 然后呢? 然后啥呀? 然后这咋说啊? 我喜欢你。 还是直接扑上去抢吻呢? 话说跟管治疗期间能亲吻吗? 季青鱼敲了下我的脑袋,想好没有? 还没有。 那回家先。 车来了,我们并排,坐在后座。 我看着路边的景色越来越熟悉,问他,回我家。 也是我家。 还也是我家,这啥意思。 默认复合,恢复同居。 死小子进展够快的。 我心花怒放,一直到我们下车上楼,我才明白他口中的也是我家是什么意思。 我站在我们曾经合租的门前,季青鱼站在我对门。 怎么说? 想进哪个门? 聊妹高手啊? 你租了我对门? 多久了? 分手第二天,我从家里搬出来开始。 也就是一年了。 而这一年里,我从来没遇到过他。 是该说不巧,还是有人处心积虑地避开了呢? 像是猜到我的疑问,季青鱼说,一开始是故意躲开,后来发现我们作息差异挺大的,基本遇不上。 如果不是你发现,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说? 不知道,我可能还是会等你走进那家口腔医院,走进我的诊室,然后再次跟我说我喜欢你,我才会暴露自己。 我大为震撼,这跟期待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有什么区别? 我要是不去这家医院,你就一直这么憋着吗? 可能吧,也可能会在某一天冲到你的婚礼现场抢婚。 季青鱼笑了笑,眼神紧紧地锁住我。 所以,你想进哪个门? 继续聊的话,进我这个吧。 久违的客厅沙发上又坐了两个人。 短暂的沉默后,季青鱼率先打破寂静的空间。 竟然还会因为我感到难过,为什么要提分手? 具体原因记不清了,好像本来也没有具体原因。 我只是对当时的生活状态感到疲惫,也感受不到季青鱼对我的感情,所以提出了分手。 但这不能说,我直接反客为主。 那你明明喜欢我,为什么一秒就答应分手? 你都提了,我还不答应? 我一提你就答应,你是不是真的爱啊? 说到这个,季青鱼咬牙切齿。 沉碎河,我到底哪里不爱你了? 嗯,你别管,反正我没感受到。 我强词夺理。 他忽然叹了口气,对不起,我一直不知道,原来我从来没给过你足够的安全感,是我的错。 我更心虚了,低下头,小声嘟囊,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? 早点这样哄哄我,也不至于分手啊。 因为这一年陆陆续续去看了几次心理医生。 我瞪大了眼睛。 我提个分手,还给你弄出心理创伤了? 是有一点。 你打算怎么补偿我? 不等我反应,季青鱼接着说,开玩笑的。 其实是因为不爱说话,所以去看的。 看来效果还不错。 何止不错,简直效果超群。 我摸了摸鼻尖。 所以,咱俩现在是复合了? 还没有。 嗯,我在生气。 某人,似乎将感情当作儿戏,说分手就分手,说复合就复合。 季青鱼撂下这一句,头也不回地进了他自己家门。 这就是要我重新追他的意思呗。 算了,分手是我提的,复合由我来努力也是理所当然。 而且说实话,我超爱他那傅爱搭不理的模样。 当年我追他的时候,就常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,但又很过瘾。 于是,我又开始了慢慢追求之路。 下班后,第一件事不再是冲回家,而是去医院等他。 下班路上遇到漂亮的花了,就顺手给他买一束放在前台,让所有人都能看见。 我还让他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。 至此,早安晚安没再停过。 上班也会掐着他出门的点,送上一份我提前买好的早餐。 不出三天,全院都知道季医生恋爱了。 转眼又是一个周期,我的牙进入下一治疗流程。 季清瑜说要准备带牙罐了。 我躺在牙椅上,攥着他的一节衣角,直勾勾地看着他。 这样看着我,会影响我操作。 本次治疗结束后,我撑在他的办公桌上,故意说道,季医生,病例不行啊。 季清瑜对着电脑悄悄打打,面不改色。 嗯,是不太好。 牙关想做哪种? 他介绍了国产的、进口的、考词的、全词的各种价位的,最后看着我,等我做出决定。 我装目作样地说道,季医生,季医生不是推荐三千五百的吗?就要那个吧。 好,那费用下周结束后,一起搅。 中午我找前台,问了季清瑜的牌班,他明天休息,巧了,我也休息。 于是我大胆使出最后的追求法宝,色诱。 没有技巧,就是硬诱。 我从衣柜里翻出他之前的白衬衫,松松垮垮地细在身上,在全身镜前搔手弄姿半天后,挑了两张照片发给他。 季医生,你的衬衫给我穿,好像太大了。 那头没什么反应。 我仰躺在床上,不停地刷新聊天页面。 这都没反应,他坏掉了。 我不信邪,又挑了两张更过火地发过去。 靠,还是不回。 我安慰着自己,季清瑜可能就是在忙。 但内心深处止,不住地慌张。 我把手机丢在一边,将枕头紧紧捂在自己脸上,已经开始想自己是不是彻底对他失去吸引力了。 要是这样的话,这几张照片发过去,简直就是在自取其辱。 我越想越害怕,终于手机叮咚一声响。 我飞快爬起来,点开了季清瑜的聊天框。 刚刚在开会。 我松了一口气,所以是真的在忙。 但下一句就让我恨不得当场砸了我的手机。 我的手机开了投屏。 啊,疯了吧。 我直接傻眼,双手打字都在抖。 那刚刚只看到了文字,图片没看到。 区别有很大吗? 请问一下,我发了几个代表死亡的黑白表情包过去。 季清云一本正经的回复,先别死,我下班了,现在过来。 你死亡点点JPG。 这次回复的是条语音,低沉的嗓音加着电流声和风声,在我耳边响起。 别死,宝宝。 我想亲眼看看。 陌生的称呼瞬间让我从头红到脚。 他什么时候学会叫宝宝了? 我像一只熟透的虾,躺在锅里,已经忘记了时间的流逝。 直到敲门声响起,我还没来得及起身,季清云就直接输入大门密码闯了进来。 我立马反应过来,反锁了房门。 季清云,你想干嘛? 嗯,那是小情侣才能做的事,咱现在啥也不是。 宝宝,让我看一眼好不好。 听筒里传出来的声音,终归和现场听到的有区别,现场听到的更加浅犬撩人。 我咽了咽口水。 季医生,在哪学的这个称呼? 这可不是对前女友喊的。 宝宝不是前女友。 哼,现在想复合,晚了。 眼前的门把手忽然开始抖动,下一秒门直接被打开。 季清云甩了甩手中的钥匙。 忘了说,我们家所有门的备用钥匙我一直留着。 她反手关上房门,极副侵略性地压过来。 我瞥见她的反应,吓得连连后退。 季清云,等一下,等等。 乖宝宝,有事已会再说。 行,我是死捍卫自己最后的领地。 季清云被迫停下,她看起来忍得很辛苦,胸膛一起一伏,只能从喉咙里挤出一些声音。 嗯,我双手撑在她胸前。 我们是什么关系? 情侣,未来会是合法伴侣,相伴一生的对象。 以后再有矛盾,会怎么办? 积极沟通,一起解决,绝不敷衍。 要是我在提分手,你会怎么办? 季清云闷哼一声。 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 你要是真提了,她俯下身,声音贴着我的耳阔,那就把你亲到求饶,亲到再也不敢说那两个字。 季清云,你犯规。 她又要亲下来,我绞尽脑汁想还有没有问题可以拖延时间,急得我在心里嗷嗷叫。 最后,我终于又想到一个。 给我做牙罐,是什么价位的? 免费的,进口的,最好的,终身保修的。 满分回答。 宝宝,还有其他问题吗? 忍太久你会。 你会难受,你轻点啊。 至此全文完,感谢观看。